最近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在全球都在为此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美国纽约州州长竟然还在宣扬 得了新冠病毒完全不必去医院 80%都能自愈的言论 真是雷煞众人 其实说起美国人对传染病的不重视 还真的不止这一次 比如说在2014年的时候 非洲正在爆发埃伯拉病毒 美国的政客们认为 这病毒远在非洲 和美国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自己就应该做一个吃瓜的键盘侠就好 结果一个叫邓肯德利比里亚人 从非洲来到美国后身体不适 在就医的时候 曾多次对护士表示到 自己是从非洲来的 可能是感染了埃伯拉 结果人家护士亚根就不当回事 跟他简单的开了点感冒药之后 正常的按点下班 还顺便赶了一趟航班 后来果不其然 邓肯因为确诊为埃伯拉不治身亡 另外一个照顾他的女护士也感染了 而之前的那位当然也没能幸免 很快就确诊了 当时和他一起乘坐飞机的 还有132名乘客呢 现在想想都还挺可怕的 不过无论是埃伯拉病毒 还是这次的新冠病毒 以及2003年的非典 虽然都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说到对人类影响最大的 还是要数在20年代爆发的西班牙流感 你以为西班牙流感真的是在西班牙爆发的 错 这个锅 西班牙可不备 爆发地还是这个臭名 鼎鼎的美利坚和众国 简称臭美国 我们把时间条回到1918年3月11日 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 芬斯顿军营有一位士兵 发烧咳嗽流鼻涕 脑袋发晕嗓子疼 结果医生跟他说只是普通感冒 然后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有一百多名士兵 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这明显就是要出大事的节奏 结果医生还是坚持大家都只是得了普通感冒 后来这个所谓的普通感冒 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耳响叮当知识传染 给了500多名士兵 医生还是坚信这是普通感冒 没多久西班牙人也被感染了 造成了800多万人的死亡 美国媒体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为了推卸责任 把这次的流感命名为西班牙流感 你说说这个锅西班牙能背吗 这次的流感持续了接近两年的时间 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人都感染了 光是死亡人数就达到了2000多万人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出一倍去 这次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后 我们国家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 遏制事态的恶化 对全球的防疫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不像某些渣渣国 不但正是不做一点 还把自己国家的患者往国外扔 还经常嚷嚷着让中国道歉 不好意思 中国无需向任何人道歉 相反我们中国人 对防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更应当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 请至师 正至师 正至师 要不停 每文知识 我只栩 你不得了